大家好,我是小玲 大家看到桌面有一個很大塊的雞胸肉 通常看到這些材料很多時候都很適合 維持健康餐的人做一些健康餐 他們通常的做法就是煮雞胸肉 然後混在沙拉一起做 但我們今天都可以用相同材料做法式雞肉餅 首先就要拿一個雞胸肉 有皮沒有皮都可以的 我今天買這個就這麼巧是有皮的 首先就可以把皮撕開 記住不是買雞柳 而是大塊的雞胸肉 因為雞柳太細條那些就不夠做那個卷 還有捲了一些材料都好像散了 多餘這些筋膜和肥膏可以切走它 將雞胸肉放平 就將它中間切薄它 如果是雞胸肉厚的話 其實可以切兩刀 這邊我們再多切一刀 先把它打開 我們首先就預備一個保鮮紙在上面 接著就可以拿一個小鎚匙 將雞胸肉把它打扁 把它打扁成一塊薄薄的雞肉片之後 就反轉 我們現在就可以在上面 加一點調味料 加一點鹽 加一點胡椒 加一點胡椒 接著就可以讓它自己醃一會 今天我會釀進去的 就有蘑菇 菠菜 和芝士 切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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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少許調味料 加少許胡椒 加少許鹽 用百里香撕少許葉 然後順著保鮮紙 把雞肉捲起 把雞肉捲起 盡量壓緊 不要有空間 剛才的雞皮 如果喜歡吃雞皮 就可以把雞肉捲起 再捲緊 把雞肉捲起 兩邊就像是扭糖果的 包裝紙 打一個小的裂 讓它不會散開 雞肉捲好 現在我們預備一個熱水 先煮滾 接下來要煮一下雞肉 煮一下雞肉 目的就是讓雞肉 收縮的時候定型 現在就等水滾 水滾了之後 我們先調小火 用一個慢火 慢慢煮一下 的方法 太慢火 放下去 雞肉可能會被你 煮到太老 或太熟 以來 慢火可以慢慢浸熟 大概 浸三至五分鐘 我們看到雞肉捲 表面都熟了 夾下去的時候 感覺到它變硬了 而且表面 你都看到它的顏色 變熟了就可以夾起來了 那你就預備定一個冷水 就把雞捲放下去 先降一降溫 可以浸一浸 或者放到雪櫃都可以 那雞捲攤冷了之後 我們可以拆開它 我們可以用一些廚紙 輕輕印乾它 然後呢 我們就預備一個 蛋漿 和少許麵包糠 在雞捲的表面 塗少許麵包糠 然後放到麵包糠 平時我們做吉列 會蘸三樣東西 會蘸多層生粉 才蘸蛋漿 平時做吉列 你都知道 做出來的那層脆漿會比較厚 今天我就不是想做吉列的效果 我純粹想 一會兒煎它 那時候 表面有少許麵包糠 煎出來的表面 脆一點點 還有 顏色更好 所以我只蘸了蛋漿和麵包糠 薄薄的一層 那雞捲就捲好了 現在就可以開鑊 加入 我們多一點 好像有少許半煎炸 加入細火一點 因為麵包糠很搶火 一放下去 麵包糠很容易會變色 但剛才我們的雞捲 其實輕輕慢火的 煮一煮它 就未熟透 所以都要慢慢煎 我們輕輕看一看油 滾不滾 可以拿 針板上面少許麵包糠 灑下去 放在油上 你見到它浮在表面有些泡泡 其實油溫就夠了 太過猛火 你放下去 麵包糠如果立即變了深色 記得關小火 讓它降溫才好 放雞捲下去 因為它是圓桶形的 所以記住 每煎一邊煎一陣 你就要滾一下它 否則煎緊一邊 它就只在那邊焦了 但雞捲就不會熟 或者像我現在這樣 把鍋斜斜地 讓油走到一邊 深一點去做一個半煎炸 如果你說怕油 怕起鍋 其實呢 把它放到焗爐裡焗也行 尤其是煎炸一些比較形狀立體的食物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每一個面都會浸到油裡 或者碰到一隻鍋去煎它 我們可以拿一隻匙羹仔 把滾油調轉 筆上去做也行 這樣做也行 這樣就變成你不會煎來煎去 它都只有一個面受而能 那當然就除了初榨橄欖油不適合這樣用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油你都可以 適合煮食的油都可以 那有些喜歡健康的那些 就會覺得椰子油等等 那些就會健康一點 可以拿好一點 那這樣一邊淋油 淋到整個雞捲 表面都變了金黃色 你會見到那些麵包糠變得脆薄薄 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那你都可以怕不熟 你輕輕用那個羹 壓一壓它 那你感覺到那個雞肉其實 壓不下去了 因為它熟了就硬了 那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油 看到很多泡泡 越來越彈得厲害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雞肉開始熟 那它有些肉汁開始走出來 開始看到有芝士 在頭上少少流出來 那就一定是已經熟透了 那現在就可以把它夾起來了 好了 那去到最後呢 我就做了一個三重番茄汁 有新鮮的車尼茄 有這個日曬的番茄乾 還有少少罐頭的番茄肉 那首先就切了些新鮮的車尼茄 那如果大粒的就一開四 小粒的就一開二 把那個日曬的番茄乾 這些通常是罐頭或者一瓶 買回來它本身有些油浸著 那我們用那些油放在鑊裡 這些曬乾了的番茄 其實感覺就好像把那個番茄的味道 濃縮了很多倍這樣 當你這樣煮出來的醬汁的時候 就會令到那個醬汁的番茄味更加香濃 而且它濃縮了之後 它自己有一些特別的番茄甜味 是平時就這樣 這些新鮮番茄是沒有的 那煎的過程它會變軟一點 你輕輕硬一點 讓它的味道走出來 還有將番茄裡面的油擠出來 然後就放那些新鮮番茄進去一起 加上那個番茄蓉 下的百里香 下一點點鹽 下一點點胡椒 將那些番茄蓉裡面的番茄肉 和剛才那些新鮮番茄 都輕輕壓一壓 讓它的水分走出來 混合了之後 再煮到它有少許收乾 那百里香的味道 煮出來 我們就可以整支配合走它 好 雞卷做好 醬汁都做好了 我們現在就切雞卷 然後上碟 厚薄 即是隨你自己喜歡都沒有問題 切下去都感覺到 外面就脆薄薄 裡面就有很多肉汁和芝士 還在流出來 所以切一下就不要太大力 要不然芝士會擠出來 如果你上網找雞卷的做法 都有很多不同 裡面夾的材料 也可以夾你隨便自己喜歡的東西 也可以 有些方法就是這樣煮 有些方法就是煎 有些方法就是這樣煎 有些方法就像現在這個這樣 蘸粉炸 所以你學懂了基本做法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很多不同的食譜 你會不會出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